今天是星期五,12月3号, 今天的市场掉得非常厉害, NASDA今天掉了400点指数, 这个小的股票叫Russell, 罗素2000,这个掉的更多, 2.5%到3%了, 今天掉的最厉害的是, 今天掉的最厉害的就是滴滴打车, 嘴边的从纽约市场,对吧, 离开纽约市场,纽交所, 最后到这个香港省市, 投资回来避免麻烦, 今天股票呢,就是一天, 从10块到最早上, 现在都在6块, 就是如果要从6块涨到上去, 的话呢,要涨到80%, 7-80%,对吧, 还有很多这个, 最近的时间, 比较热门的电动车的, 汽车的股票呢, 刚刚上市的就是火爆, 现在呢, 把火爆的气氛全没有了, 从78块钱准备上市的, 就是Riven涨到170%, 现在从170%掉到100%了, 因为很多这个生物股票啊, PR,5G啊, 从6块, 现在掉到2块5, 整6块5差不多掉到2块5, 还有些呢叫MEMO, 就是那种, 最近炒得热烈的就是, 元宇宙啊,这个新概念, 都是掉百分之90%, 中国那些, 以前都是搞了一个扩外教育的, K12的这个股票呢, 也掉得非常的厉害, 但是呢,今天买股票的话呢, 叫NASTA的指数啊, 我记得叫罗素200号这个, 这个油呢, 这都是一个可以进降的一个机会, 当然现在大家这个炒股票呢, 各个炒呢,是很麻烦的, 他还是买指数, 指数基金, 所以避免挑选, 在市场掉得非常厉害的时候, 就恐慌的时候, 就买进去, 在市场, 兴奋的时候你就卖掉, 现在大家的运动都是群体行为, 就是大家都是追高, 往一个方向走, 杀地, 很多股票呢, 冲上去就把它卸下来, 一天两天就没了, 所以来投资是有风险的, 所以来, 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, 现在在这个市场呢, 当你疯狂的时候, 你就在非常小心, 并且要有捐业的经验和这个能力, 我要看看这个市场, 我刚才把这个图子给大家分享一下, 今天就讲这么多, 我给你讲这个滴滴大车, 今天是这个样子, 今天早上涨到10块, 现在掉了6块多, 对吧, 还有很多呢, 今天还有这个外汇呢, 也掉了一个厉害, 你看这个, 刚才讲的这个叫, RIVN, 从170块180了, 现在掉了100, 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, 还有呢这个, 今天这个叫比特币挖矿的, 一天掉24%, 还有呢就是说, 最近炒的比较热的这个股票, 这个股票来着, 这是中国的一个股票, 一个月涨了10倍, 现在呢, 一个月来全部掉掉, 你看这个, 你看这个, 这个图子, 你看不看, 这是非常的crazy, 还有呢这个, 就是我最近关注的这个股票, 今天的这个股票呢, 你看这个, 这个从八块, 你看一个月, 两三个月的时候, 八块, 一下掉掉掉掉掉了八毛, 现在从八毛来涨到一块六毛二, 你看这个股票呢, 你看这个股票, 最近长得有点厉害, 你看这个股票, 你看这个股票, 还有呢就是这个股票, 这个股票跟那个川普的股票一发表以后, 这个股票一天就两天涨到百分之两千, 川普的股票一发表以后, 你看这样, 这就是那天这个川普, 就要办媒体了, 跟这些其他社交媒体抗函, 现在这个股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,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, 一些生物的股票呢, 生物公司的股票呢, 其实涨得比较, 就是波动比较大, 对吧, 这个是一个搞生物比较, 这就是我目前一段时间关注的一些, 对吧, 股票, 好吧,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, 再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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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,